今天呢 翻開報紙最重要的一個訊息 也就是聯準會的主席鮑爾 他表態了 他表態什麼 他力挺呢 這個三月份升息的幅度曝光了 不是升息兩碼 而是他支持在三月份一定要升息 那升息的狀況 大概是以一碼為市場上面的一個共識 所以啊我們就說嘛 不斷的在下市場說 之前大家有說要升息兩碼 甚至呢好幾次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聯準會主席鮑爾 他認為這個三月勢必要升息 但升息的幅度呢 是低於市場的預期的只有一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美股這樣強勢的反彈 強勢的表態 其實都在反映這樣的一個訊息 所以大家還記不記得之前 曾偉傑講的 這個升息 其實是比俄烏戰爭 還要讓市場上面更恐慌的 我們接下來就要請曾偉傑來告訴大家 這個台北股市還有整個大環境 要怎麼樣來操作 是會比較健康的 是所以我想說這幾天就像小畢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這一 就是說基本上今年開場以來 常常講到今年是一個動盪很大的一年 除了是升息年 而且是矩陣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每一天大家習慣了 波動上下 而且波動上下不代表沒有錢賺 各位同學 各位投資人 所以我們只能說 我們仔細看了 那像今天早上美股又開始大反彈 最主要的一個部分 當然是因為升息 這樣聽起來很可能就是一碼 而不見得會是大家擔憂的兩碼 但是這個情況並不完全 整個的態勢全部平定下來 全部抗檔也並不代表如此哦 所以大家放一下 今天短短放一下沖天炮 早上 這個大家看到收盤的美股 四大指數又全部 活回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包括像是Dow Jones 甚至到了費半 昨天跌多少 今天漲多少 結論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的這個FED主席 鮑爾他真的是 蠻Smart的 他會知道說 國內外的局勢 局勢已經在動盪情況 他不要再幫他的總統拜登惹麻煩 所以升息一定會升息 升息目前為止不需要到兩碼 我相信這對於這個市場 你看是不是立即 美股四大指數就往上 昨天跌多少 今天漲多少 是不是這樣呢 好 所以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2月的飛龍就業報告會在 4號這邊出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飛龍就業報告 週五登場CPI 下個禮拜大家就知道囉 下個禮拜CPI 很重要 一般每個月的5號公佈 那很多人市場甚至預估什麼 不只是 之前原本公佈的7.5% 各位 甚至市場常常講 除了8% 有人喊未來到10% 這個我相信給鮑爾 很大很大的壓力 所以同學們大家了解 現在市場要輕易的定心丸 就是這麼一句話 這個會生息 但是應該不會到兩碼 這最重要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只是說同學們 投資人我們都可以留意 整個大局勢 吃了這個定心丸之後 我相信接下來 稍微可以比較寬鬆一點的心 警備的心 這個資源這幾檔 創圍啦 什麼他們攻上漲停指標出來了 我們還想說 星星有沒有可能 結果你看到那個 昨天資源的這檔 為什麼很多人覺得 已經埋到一個頂了 3035的那個資源 你看他昨天 這個本來是 大家都覺得他應該休息 開盤的時候休息 沒料到 他到5盤12點多吧 還是1300左右 他整個從那個底下翻紅 整個拉上去 因為那個創圍先漲停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哇整個那個大盤 整個資金 你看哦 這個動不動 這個幾 這個 接近百張左右 一直往上拉 把那個資源給拉上去 結果一下子崩到漲停之後 再把整個灌砸下來 嚇死人了 所以同學們 我們只能說 資源是我們上 上個禮拜我們也一直有提 那都是覺得 頭戲的口袋名單 可是買到頂了 已經吃到脖子以上了 太多了 所以你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小心 不要再持續的再去跟著 我們想講的這一圈在這裡 針對這種形態的這個個股 不見一個去做最高 反而你要去留意 做到一趟高賣的一個策略 高賣的策略 因為畢竟 我這個籌碼都已經供應出來 那當然話就說 創委是如此 甚至包括3035的這個資源 我想資源的狀況 非常非常非常類似 因為畢竟我想 以資源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就算他這個禮拜 短短四個交易日是天天創高 我想到今天 目前的資源就漲了大概10塊錢 那相對我想 以他這個波段 他股價在做一個不斷 不斷的一個創高 那問題我想 每一天他的量 像昨天這個創委的 就是說你資源的量 快接近到7萬張 那相對我想進入到今天 反而就有一個籌碼面的一個部分 來觀察 就是說以資源的部分 他連續 大概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量一路都是維持到 快接近7萬張的一個量 算是個蠻溫和 有人不斷做買進 也有人不斷做供給貨 那等於是說 他依然在形成一個 就所謂的叫 強勢的一個滾量的一個上風 那既然是滾量 量也沒有去形成 也叫失控的一個結果 我想以這樣個股 石油者你都依然 還可以去做到 做到續報的一個動作 你在低檔沒有去買進賺到的投資朋友 你就忘了他的存在 你不要看他不順眼 看他不順眼 你去做一個卷空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我們就有一個操作的觀念來講 就是說 我們買就要買這種強勢個股 然後空就要空一些弱勢的一些個股 那包括像志遠 創委 到現在這個卷空單 都有高達這個6000多張來看 等於說 看他不順眼 你就是越來越空他 那越空他都一個實際上結果 就會形成一個 所謂的一個要持續性的軋空 那所以我想針對這兩黨標的一樣 請各位持有者就做續報 觀察他 什麼時間點形成一個叫爆量收黑 你去執行這個獲利落袋的一個動作 就OK 那我們也不建議各位去做一個追降 或者是說 你去形成一個叫反向這個卷空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 高點都還有刮高點 那只要說這些卷空單 還有高達6000多張 還沒有去做一個回補的一個結果 都會是一個後續 潛在的一個買盤 因為畢竟空單你要做回補 那等於說 他不斷不斷在做創高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空單就是他不死的話 這個漲勢就不會止 那我們就先針對 包括像創委 包括像志遠 這兩檔我想就是IC設計的 從新聞看板以來 這個雙門神 這兩檔 個股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因為畢竟 為什麼要買這種強多個股 就是說他們這種個股 通常 就是形成一個叫 屢創新高 屢創新高 反而是他的一個常態 惡烏的一個戰爭 那這戰爭我想 通常一個族群 各位你可以去做他們密切留意 就是說針對相關 這個網路通訊 因為如果說 網通的這些 你如果說在打仗的一個過程當中 沒有這個 這個通訊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這個是會不會 如同 沒有眼睛沒有耳朵一般 那所以我想在這個界面 各位你也不妨可以針對這個相關 跟戰爭戰士 有這個相關的一些網通的一些個股 做留意 那包括我們就列舉幾檔 包括像2314 2314像台洋 台洋目前有做拉回 那畢竟我想以台洋這檔個股 2314的台洋 那等於是說 其實像這個 以台洋他是做這個低軌 衛星的相關的一檔概念 個股 那相對我想 這個波段 他之前 創高之後我想 拉回的弧度 從這個快錢金100塊錢的拉回 到快逼近到股價腰斬 那股價腰斬我想在昨天 剛剛好 月均線也剛好做到站上去 月均線剛好站上去 那比如說 他月線趨勢 目前還是維持往下 那維持往下的一個結果 他還會有比較 往下壓抑的力量 那等於說 我想以台洋這檔個股 就如同我們剛剛跟各位分享 這個像2498 宏達電都是一樣 就是說 他現階段 雖然月均線已經站上去 那問題說 趨勢都還是維持往下 那代表就是說 這個都還會有一定 往下的一個壓抑的一個力量 會把他再把他壓下來 我想各位你都聽過一句話 拉回找買點 拉回找買點 那問題 針對拉回找買點 這一句話 一樣強烈建立各位 這個只適用一個叫多頭股 你不能連空頭個股 都已經轉空了這些個股 你還在做一個叫拉回找買點 通常只適用這個 就是說我們這一路帶給各位 包廂創圍包廂刺點這種個股 你才可以去執行這個叫拉回 找買點的一個策略 那重點我們再互再講一下 就是說包括字眼 包括創圍後續 他下一趟的一個修正拉回 比如說月均線的一個趨勢 去做到一趟跌破轉向 那你說到那個階段點 我們就不建議各位 就是針對這兩檔個股 你就不要再做一個琢磨的動作 俄國的外匯存底 他用什麼 除了用黃金之外 他結算清算說他要用美元 所以直接你知道這幾天那個蘆布 崩盤 整個蘆布都崩盤 你戰爭最重要是什麼 你良草先行 你良草先行 你如果沒有錢 你的資金不能動 你沒有辦法去跟歐美各國來換 你只能換人民幣 所以我最近啊 為什麼這個比特幣跟人民幣 會棄 最重要是小的 所以我們同學們 我們要留意一下 我們在注意台股的時候 其實匯率也蠻重要 那昨天這幾天新財幣上下的震盪 但昨天稍微有比較有起勢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外資啊 在這個激動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不只是你會恐慌 外資法人也會 他也會怕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那個匯率的震盪 可是最有起勢的 居然是比特幣 給你大漲都超過13%以上 因為俄國人 錢出不來怎麼辦 一個趕快用人民幣去換美元 另外一個用什麼 就是洗錢最好的工具 比特幣啊 什麼以太幣啊 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同學們 我們只能說 在這個情況 我們不能只專注台股 其實要賺錢的管道很多種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近期比特幣的相關的個股 也蠻有起色 原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動用SWIFT的制裁 你俄國的央行 六千億的資金遭凍結的情況之下 他要怎樣 他開始就會搞 像比特幣 甚至透過人民幣 避開美元 那他的蘆博崩盤 最近原因就在這裡 除了這個SWIFT的東西之外 那這個影響是在哪裡 他的俄國的債券 你已經發了 那他還有俄國有很多原物料的資產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國銀有一些功能 為什麼我們大家不願意去標出銀行 說實在 那你竟不是直接去打他的股價 我們也直白講就是如此 所以 在俄羅斯目前為止 他在那邊曝險的部位 我跟你說 跟各位報告 這不是我講的 這個中公開已經統計出來的 俄國去買了俄國的債券 國債公司債 買一頭拉股買了上千億 那這些銀行要怎麼樣 那現在這些人 比如說他們受險公司居多 因為他們是全球布局 所以他們講說 哎呀他們曝險不會倒 了不起 只不過他們金控資產 你看0.46% 這1000多億是不是錢 是錢 你短期之內 你就算在裡面把那個俄國的債券 你輕輕 你在俄國裡面賣掉 他現在SWIFT給你凍結出來 你凍結的情況之下 你賣掉的錢 你沒有辦法跨境 出俄國 問題是跌加 那所以那方便的籌資怎麼辦 就是掛零了 那不就是提報貪劣損失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我們國內目前 或是尤其金控股 我們不方便跌名 因為金管會自己也沒說 所以我們就尊重長官們的想法 但是你近期 為什麼你會發現 奇怪 你不是在這個股市在跌的 那個情況之下 你金控股不是應該有手有撐嗎 奇奇怪怪 你怎麼那個金控股賣賣賣賣賣 為什麼呢 問題在這裡 因為現在 這個俄羅斯的曝顯部位 所以同學們 我們存股歸存股 當然這是短期 我們還是必須要跟各位同學 你也不要自己嚇自己 這外資還沒賣你 你提前到貨了 沒必要 因為你的手頭變成金融股 他本來就是存股 所以我只能說 你就等著這個過程 就是稍微忍耐一下 你沒有必要在此時此刻 去接天上掉下來的刀子 如果你自己長期 你是打算要買金控股金融 那我真的覺得 你其實也差不多 所謂的差不多是說 你如果已經在車上 我真的覺得你沒有必要 此時此刻把他倒出來 他股價本來就沒有怎麼漲 你還 當然如果你急著 你要停損停利 那當然誰會去 哪些受險公司國內數一數 那哪些可能會跑去 買到債券數一數 其實 雖然14家的金控公司 你數一數大概猜得到是哪幾家 金控股 如果你習慣 你是個存股 你就繼續抱著 不會怎樣 那但是 因為他會透過貪提 你就不用那麼的擔心 他不是告訴你嗎 整體佔他們整個的金控 了不起0.46% 雖然是個錢 但對我們是大錢 但是對這個金控股公司 我真的覺得是還可以承受 而且他們通常用貪提 其實一下就過去了 你既然習慣存股 你就繼續存股 不用一直砍殺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再回到這個之前 除了Swift之外 我們還是要注意什麼呢 也就是接下來 到時候這個油價 比特幣 各方面的一個價位 我也是我們投資同學 大家多留意 但是如果要加油 吃不下去 我們今天看 我剛剛看 我們在這個地方 抽乾 CRAP Q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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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